贯穿北阿尔卑斯的丽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从富山线到长野线全长90公里 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山岳观光路线 阿尔卑斯山脉路线具有让世人叹为观止的魅力 跃含着大自然和人类共同创造的艺术 脸上渐到跟者铃路线组合 可以和人类共同创造的包装 永久俩的包装 我们继续缴写的圈备 夕香 出文写的辇访 呃 去与丽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有两个路口 一个是从长野县出发的路线 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温泉之乡 大丁式的善泽站出发 乘坐五轨电车前往黑部大坝 另一条是从富山县出发的路线 从古时作为信仰之城发展起来的 丽山丁乘坐缆车高原巴士 前往丽山试堂方向 春夏秋冬 风姿变幻的丽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春天 蓝天下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 夏天 高山植被将丽山装点的色彩斑斓 秋天 丽山的红叶满山遍野 层临近扰 接着冬天来临 期待着春天的再次到来 丽山 今天仍作为丽山圣地 深受欢迎 丽山的历史始于丽山信仰 这里有喷发着硫磺的地狱骨 血池 还有类似真山的剑月 由于这些景观 使得丽山与富士山白山并驾齐驱 作为日本三大灵山之一 受到人们的敬畏 从一千年前开始 就有许多佛教僧人 为了修行登上此山 到了江湖时代 那些得到了会有 地狱极乐的 丽山曼陀罗僧人 开始到全国传教丽山信仰 在丽山丁举行的 救济女性仪式 布桥观艇会 就是从丽山信仰中 衍生出来的 显得格外低的山脊 扎拉山口 据说曾经的战国武将 左左城镇 在深冬时节 穿越此山口 来到宾松 拜见德川家康 近几年 在丽山 日本初次发现了冰河 此外 弥陀园高原 大日平 作为国际重要师弟 被列入 拉姆桑尔公约 丽山从远古到今天 铭刻了许许多多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樱花盛开的时节 丽山式堂依然是银庄素果 在这个纯白的世界里 人们用推土机 一点点挖开鸡血 创造出了丽山黑布 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最具魅力的雪之大谷 在大概500米的 纯白色回廊的两侧 有15到20米高的雪墙 为了看到这个绝美的景观 每年的4月下旬到6月左右 都会有大批游客来访 雪之大谷就是人类与丽山的大自然 共同创造出的艺术 连接大关峰和黑布平的丽山索道 海拔差489米 长1710米的距离 7分钟即可到达 可以从360度视角 将厚丽山连峰的壮观景色 一览无余 宛如空中漫步 定员81人的车辆 是2012年更换的新型车辆 新型车辆以蓝色为基调 车窗增大 更让游客能够从空中 尽情地欣赏美丽的景色 在海拔2333米的大关峰站的屋顶上 有个云上观景台 游客可以从这里尽情欣赏 厚丽山连峰和翡翠色的 黑布湖绝美的景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部山岳国立公园中的栗山 为了保护这里的高山植被等自然环境 全部采用了环保型交通工具 在弥陀园等高原上行驶的巴士 采用的是混合动力巴士 还有连接士堂至大关峰 扇泽至黑布大坝的隧道巴士 均采用电动行驶的无轨电车 实现了全电化 地山缆车 为了不破坏自然环境 保护高山植被 采用了图中无一根支柱的单化索道 可见 为了保护立山的自然景观 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在丽莎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也可以尽享美食 黑布大坝咖喱饭 这道佳肴是当时在进行连通黑布大坝的大丁隧道施工时 从施工人员非常喜爱的咖喱饭中诞生出来的 用菠菜泥演绎出黑布糊的翡翠色 这款微辣的绿色咖喱饭成了老少皆宜的人气佳品 在大丁市的各餐厅还能品尝到其他各式精心制作的咖喱酱 还有一款就是用丽莎丁产的月光大米制作的米粉肉乌冬面 嚼劲十足的乌冬面 口感让人无法抗拒 在丽莎丁的各餐厅 米粉乌冬面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菜品 供您品尝 请来体验一下心情愉悦 纯齿留香的美妙之旅吧 在丽莎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有众多的日本第一 想与日本第一落差的瀑布 称名瀑布 落差竟然高达350米 高原湿地 弥陀源高原 是海拔2000米级别的日本第一大高原 地域谷作为源泉 位于日本最高的地方 穿梭于丽莎的丽莎隧道 是日本汽车隧道中最高处的隧道 还有很多 能够享受全景风光的丽莎索道 从保护自然的角度出发 设计成图中无一根支柱的样式 是日本最长的单跨索道缆车 在自然中庄严耸立的黑布大坝 是日本最大的拱形坝 为了防止从丽莎火山口流出的沙土 而建成的白岩防沙坝 高达63米 堪称日本最高 如上所述 丽莎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中 有着众多的日本第一 丽莎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中 1956年,关西电力为了建设黑布大坝,开始动工修建连接善泽和黑布大坝的大丁隧道。 该隧道被称为世纪大工程。 现在乘坐无尾电车行驶到中途,会看到有照着蓝色光的地方,那就是破碎带。 大量的地下水涌出,造成隧道崩塌,挖掘工程曾一度受阻, 为突破这80米的破碎带,竟然花费了7个多月的时间。 另外,富山县在1953年开始了以美女坪为基点的高原公路工程。 1965年,贯穿丽山的丽山隧道,丽山锁道,黑布蓝锁,同时开工。 在丽山隧道施工时,为了打通45米的破碎带,花费了13个月的时间。 隧道开通时,那一声声万岁的欢呼声在隧道中回响。 施工人员克服了重重困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终于在1971年6月1日,全线开通了。 丽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的建设中,有着上述这般许许多多的故事。 这正是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出的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